至少还可以热门个 我想十年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热度只会向上 不会向下 或者你们也可以查一下 那个什么Google Trends 它也可以看到那个趋势 Google的那个Trance Google Trends里面 其实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那个Python的热度跟其他的 这个不知道都没用过 没有你想要知道 Google里面 大家搜寻最多的是哪一些 比如说你跟Python 你会发现最近几个月 那如果你跟什么比呢 跟Java比看看 Java这个OK 你可以看到Java比起来的话 Java也很热 但是相较起来好像就稍微差一点 不过这是在美国 你可以找那个全球好了 全球热度的话 慢慢慢慢 全球热度好像就比起来 好像就 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你也可以搜寻一下台湾 比如说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台湾的热度 等等的 那你可以 找到那个 你要比较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 或者甚至你可以跟其他的比比看 像台湾的话 那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 他过去几年 比如过去五年好了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大概有没有 他Java的热度 从大概2013年非常高 那Python是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多人知道 慢慢慢慢慢慢 到哪一年突然有个交叉呢 到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个这个点 死亡交叉点 大概这时候 2017年左右 你会发现 突然间就一个逆转 OK 他这也可以拿来分析 那个网络声量 像前一阵子 那个候选人选举 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来分析 Google Trends 分析一下 比如说网络哪一个人 声量最高 诸如此类 好 那其实也可以跟其他比较 那这边的话 那另外其实你也可以跟那个 像VBA比 VBA 比如VBA 这个关键 或VBA for application 不过相较之下 因为微软 他的东西 没办法 他还是不是自由的 所以他基本上稳定 可是就是 如果跟Python比起来 还是有一个落差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特别的 不同国家的需求 都不一样 我查一下日本 你会看到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你今天是 日本的话 那他的那个使用的状况 好像又不太一样 日本 如果是VBA的话 你会发现 VBA 甚至比Python还高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学会VBA 去日本发展还不错 因为日本很缺人 尤其是高阶的那个工程师 而且你只要会一点点日语 可能你是 那个不用很高的 N 不用到N1 N5 N2大概就基本的 其实就有 可以进到 去日本找工作 不过听说 日本人 去玩很好玩 但是你在那边生活 压力非常大 如果你平常太白目 就被排挤 人家会 就把你掠过 很多时候就把你当空气一样 你会发现 其实那边很奇妙 大家都其实都分开安静 而且会看一下别人在干嘛 就跟别人一样就好了 因为你到那边的时候 你也要看一下别人在干嘛 你不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不然就会列为那个很奇怪的人 可能将来 就会被 隔离 OK 所以这边很奇妙的 我看那个 日本的在VBA上面的用法 用途上面反而非常高 那这代表什么 我想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分析 这里面有蛮多的 那你可以从不同国家 不同时间 甚至不同类别的需求 因为不同的 使用情况 然后呢甚至你不见得是 就是Google的搜寻 甚至如果他喜欢看影片的话 在YouTube的时候 因为YouTube我觉得现在越重要了 慢慢可能会超过 那个Google搜寻 因为现在人很喜欢直接看影片算了 比如说影片教学好了 现在谁还在看文字啊 看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 但是YouTube上面有没有教学 有人教学的话 直接看教学就好了 最好要收音清楚的 画面要清楚的 解析度要好的 内容要够好 够丰富的 有没有 是有啦 可是并不多 尤其教程式设计的老师里面 其实我发现 教其他的东西还OK 蛮多的 但是教程式语言的 就在台湾并不是那么多 而且要教的够好 那更是少 OK 那你们可以看Google一下 我的东西就知道了 我上次有跟各位讲过 我放的影片数量非常的多 其他你可以看YouTube搜寻 这边的话他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你会发现VBA就相对少 少一些些 反而其他的比较多 这里面 所以这个有兴趣的话 叫Goog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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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